好吗 可以哦 黄珊珊扶着桌子 好不容易站起身子 假日陪客主席骑脚踏车 骑了300多公里 忍不住说全身都在酸痛 而国会新会级再也如何整合 也正处于磨合阵痛 没有接到任何侯孟凯委员的联络方式 那看到都是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有什么事我想说可以直接联络 那这些传话或放话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必要啦 蓝莹本来态度才很硬 说巴西招委要全部拿下 不过蓝莹花联共赐营之后 传出投票表决结果 可能里让白银一席招委 我觉得应该合作啦 我早上收到一个line 有人跟我讲说 好像规划是财政 改革比位置重要 改革比位置重要 至于超委选举的部分 我们真的充分地尊重 中国国民党党团 他们党内民主的程序 从来就没有去求过 或者是说 希望拿什么换什么 传入国民党可能里让的委员会 包含司法法治 财政以及交通 但也传出蓝莹内的忧心 若将司法里让给黄国昌 等于给了两年后占新北的养分 蓝莹基层直接灌爆立委脸书 呛瞎被骗了一次 难道还不够吗 民众党打绿就算了 汤昌也跟着打蓝 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难怪蓝莹的支持者会骂成一片 真正聪明的话就应该拒绝蓝白河 让白莹慢慢的消失吧 参会以后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了解 中国国民党内部 在党团的立委彼此之间 内部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我们都尊重 重申改革比位置重要 但就怕没了关键位置 关键少数要的改革 成了一把最响的空气墙 进行为罗雲马恩凯茨 同时报道